解梦之前呢 有什么重要的须知吗 一 解梦之前要知道上帝给梦的目的 解梦的方向才会正确 二 梦的目的是启示提醒我们 回到正轨与神对齐 不是为了定罪 是要保全生命 所以呢 很多人就问说 那所有的梦都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吗 好 弗洛利易德的理论就是说 梦是白天清醒生活的重播 答案是错 真正的答案是 情绪才是清醒生活 跟睡梦中的唯一的共同点 很重要哦 这才是解梦的关键 就是梦里的情绪 是跟你白天生活一样的 了解哦 情绪 要记得哦 情绪 好 下一个 很多人就说 那谁来解梦呢 答案是 你就是你自己的梦 最佳的解梦者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好 所以我等一下就来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梦 最佳的解释者 接下来就是解梦好简单 我要开始讲了哦 只有四个步骤 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梦里面的情绪是什么 接下来你知道情绪是什么以后呢 你就要来想一想最近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跟这个情绪是一样的 好 用情绪来串联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这个梦是指哪一件事了 好 第三个就是梦里面关键动作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梦里人事物 对你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好 比如说呢 最近呢 小明呢 他的车子就卡卡的 他就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换车 然后呢 他是要买新车 然后还是要买外汇车 还是要修车 结果呢 他就连续做了七个梦 然后呢 梦中出现的人物呢 都是他的同事啊 或者是教会的人物 然后场景呢 就有医院啊 有办公室 这样了解吗 结果呢 这七个梦 神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买外汇车 你也不要买比较低阶的车 因为你不会喜欢的 你也不要修什么米其林的轮胎 都不用了 你就是把你现在车修好 稍微微调 然后车子就会变得非常好 所以呢 他就是每一天都做梦 然后神就叫他怎么修车 修完以后 他现在车就好得不得了 他非常的满意 好 接下来 梦里的人物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吗 好 答案是 绝大部分呢 梦是象征意义的 只有少部分是表面的意思 那如果是表面的意思呢 比较常 解梦是发生在第三层或第二层的意思 那因为很多人呢 会误会把象征的意义呢 解释成为表面的意义 所以呢 就会容易造成 看到跟领受是对的 但是呢 解释跟决定是错的 了解吗 所以呢 如果是决策性的梦 要找属灵的长辈一起查验 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 你就梦到 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很生气 就对他发飙了 可是呢 其实他都是象征意义的 或者是你梦到什么 你的同事啊 小明啊 对你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然后你隔天就 就弄他 可是呢 他很冤枉 因为梦里的人物 他是象征意义的 不是真的本人 好 了解哦 好 接下来 梦里的关键行动呢 很重要 所以你记起来 他是显明你内心的状况 跟情绪 倒车 生命中哪个部分 退步停滞 坠落 哪个部分 正在失去控制 飞翔 哪个部分 在超越困难和障碍 死亡 生命中 哪个部分 正在死去 赤身露体 哪个部分 感觉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或感到很脆弱 一起跳舞 同心合作无间 彼此相爱 那为什么说 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梦 最佳的解释者 是因为 只有你知道你的状况 比如说死亡 生命中哪个部分 正在死去 它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 了解吗 比如说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骄傲啊 肉体啊 坏习惯啊 隐症啊 正在死去 这就是正面的 那负面呢 可能就是你的关系啊 小明的关系啊 财富啊 工作正在失去 了解 所以呢 很多的意思 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它是正面的意思 还是负面的意思 好 接下来 此梦整解 同事要去深坑 我骑摩托车 想载它 我问同事 要不要骑 同事只想被载 他不坐着 却站着 我以为很近 十几分钟就到了 结果 导航说要 二十三分钟 导航上显示的路径 是红色的 像火在烧一样 同事一直指挥我 搞得我全程很紧张 感觉穿不住它 后来一个转弯 果然摔跤了 这个梦呢 你看哦 它有情绪 有动作 有象征意义 对不对 同事呢 通常就指的 可能是工作嘛 然后深坑 深坑是个地方 可是呢 它是有意义的 意思就是什么 很深的大洞 了解吗 然后呢 这个做梦呢 讲小明好了 小明他骑着摩托车 想载他 摩托车代表什么 两个人 所以他是小小的 事工 对不对 然后想载他 是小明出于 他自己的热心 他想 然后呢 这小明就说 同事你要不要骑 同事只想备载 备载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想出力啊 你做就好了 然后呢 可是呢 这个同事 不是坐着就站着 在后面竟然站着 表示什么 我不是安息的 被你引导 我站着 我要指挥你 你去做事 我来指挥你 然后呢 这个小明就以为说 这路程是很近 十分钟就到了 好 结果呢 导航却说 二十三分钟 表示什么 这个任务呢 比他想象中 还要 多了二点三倍好了 好 然后结果呢 导航的意思是什么 比较像是上帝嘛 圣灵 对不对 他是我们的导航 银行员 然后呢 结果导航还显示说 这个路径是红的 像火在烧 火在烧是什么 情绪 感觉 对不对 红色代表 叮叮叮叮 小心注意 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同事果然 他站在后面 一直在指挥他 搞得小明 非常 全程都很紧张 来 情绪 感觉 然后呢 感觉他撑不住了 结果呢 果然在一个弯 他果然摔跤了 好 这个梦其实 非常的明显 在讲说 他跟他的同事 他们要接一个project 然后呢 这个同事 跟他之间的互动 但是呢 起因是因为 这个小明非常好心地 想要让这个同事上车 其实不需要啊 因为这个同事 可能会最后 一直指挥他 然后搞到后来 他真的摔跤 然后圣灵也说 不要做了 所以呢 这个小明呢 后来就决定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引导的梦 好 接下来 解梦有一定的流程 跟答案吗 好 其实呢 异象跟异梦呢 都有公认的 属灵的语言 那动作啊 颜色啊 数字啊 大自然水流 树啊 交通工具啊 建筑物 电梯 房间 人物 情境 启梦 动物 人名 地名等 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 好 就是 请搜寻恩宠教会 结梦 有15个影片 好 那不同的文化呢 不同的象征意义呢 它会代表 不同的意思 所以呢 圣灵才是 唯一的老师 这样了解哦 所以 有很多很多的 属灵的语言 它是有公认的 可是呢 对你可能是不同的意思 你要以你自己 还有以你里面的 圣灵的认可 为最终的目标 晚上呢 一直做梦 为了回想梦的内容 搞得我好累哦 隔天精神不好 怎么办 好多人问我这问题 好 刚才讲过 这非常可能是 你在睡眠周期 前四个周期 醒来的时候 发生的事 了解吗 因为你前面的梦 才五分钟啊 那么短 你怎么能够记得起来 所以你就努力起来 一直想 一直想 想的超累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 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第四个周期 第五个周期 比较好 所以你就在 第四个周期 醒过来 六个小时之后 或者是 七个半小时之后 醒过来 然后再想梦 然后再记梦 这样子 你就可以 做了梦 然后得到答案 可是又睡得很饱 好 接下来 有人就问说 那我没有办法 完整地回想 记录梦的内容 怎么办 好 答案就是 你只要记得 情绪和关键的动作 是什么 记不记得 你看哦 那小药丸的 那个秘密 它就是记得 一个情绪 然后就整个 回想到 那个关键的动作 是什么 爸爸关注着 要玩 好 那梦的内容呢 通常会有一个 主要的意义 是神要跟你讲的重点 那细节忘了 就算了 不要一直在想说 怎么办 想不出来 好 再过来 如何 睡好 睡宝 在梦中 与神相遇呢 答案就是 你就听完 宝贝就对了 睡前一个小时 听完宝贝 然后呢 你的身心灵 就会浸泡在 神的话语中 你就睡觉 然后呢 你睡觉的时候 大脑就会工作 然后你安息 神就做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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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